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3月8日13点36分联合报记者赖玉威及时报道台中市流行贸易商受托,去年斥资700万余元从美国进口全新宾市S550豪华房车,并委托业性拖车业者协助在 运新车至通运公司,起料,变性拖车司机嫌拖车麻烦,盘算路程仅有3公里,便宜形势直接将无牌宾市开上路,却遇警方拦减还狂飙,害得全新豪车落地如今依法销毁,新在短短数分钟内,被怪手狠压成废铁 征义宾市豪华房车事发以来,被托管于基隆托吊厂,新上午9时许确认车籍资料,离开托吊厂,在监理人员监督下宋网顺 盼资源回收厂,新的磅称重,现场核对车身号码资料后,由资源回收厂业者代为销毁,出动怪手将车体,零件压碎 全新房车被拉进拖吊厂,不到10分钟就成为厂内废铁山的一部分 台北市立监理所赴战场高玉玲表示,该辆争议宾市车判决确定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为领用牌照行驶,为依法取得安全审认合格证明,依法强制没入 由于该车管辖权在台中市裁决处,台中市裁决所1月30日行文,委托台北市立监理所代为依法执行销毁工作 据悉,该辆全新宾市S550豪车运抵基隆港后,贵性拖车业者贪图方便,为依规定将新车运上拖车,反而投机直接将5排豪车开上路,才上路4分钟,就在6度工业 区域上执行远警拦减,退性司机见状,更企图逃逸,远警多次鸣笛示意停车,出动两辆警车狂追包夹,才将违规宾市拦下,依法开罚3600元并强制没收好车 流行贸易商文讯700万新车被扣,还可能遭销毁,心痛之余大打行政诉讼,但法院仍判他败诉,宾市豪车逃不过销毁成废铁的命运 全新宾市因拖车业者贪婉无牌上路,心惨遭销毁成废铁 记者赖宇威,摄影分享全新宾市因拖车业者贪婉无牌上路,心惨遭销毁成废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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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者赖宇威,摄影分享只要5秒多功能运动手环,限量运动包,等你来拿分享分享留言列译 记者赖宇威,摄影分享全新宾市因拖车业者贪婉 记者赖宇威,摄影分享全新宾市因拖车业者贪婉 直方案列译,摄影翻译,摄影分子,摄影视频 冷却赏,摄影分子,摄影分子